这是中国球员的一次特殊之旅 这是NBA在中国持续升温的又一个热潮 这是一个在质疑和信任中成长的中国球员 这是一条充满玄机的NBA之路 这一切都因为一键连的到来 选秀背后真实的一键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7年6月29日 对于易建连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从参加美国篮球职业联赛的选秀大会开始 他迈向了一个所有球员都梦想的最高电台NBA 易建连是第一位参与NBA选秀的中国球员 最终他以高顺位被雄鹿队选中 成为了第一个幸运的走上选秀台接受选秀结果的中国球员 上帝似乎将这种第一的荣幸都给了这位19岁的中国球员 1987年10月27日 易建连出生于广东赫山 他身高2米12 地区2米24 纵跳85厘米 易建连真正被人们所熟悉 是在2003年南斯拉夫举办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上 当时只有16岁的他有了一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 迅速的奔跑和精准的投篮 为他赢得了平均每场15分12个篮板的成绩 从此他开始在国际篮坛上展露头角 被国际篮联誉为中国的未来之星 有很多就是美国的经纪人 这个到了南斯拉夫 他们是去看唐正东的 但是看完之后 在和我们的交流当中 他说我们是去看唐正东的 可是后来发现易建连不错 两米以上身高的易建连 在比赛中所展现出的灵巧速度和球感 让许多人折服 毫无疑问 年仅16岁的易建连将会成为下一个谣 他的未来将属于NBA 我所能理解的下一个意思 就可能所有的球连都希望能像杨明那样 跟我们的能够这样的会放成绩那样 随着易建连加入CBA 他也开始备受国内媒体的关注 尽管他还只是个一场CBA都没打过的青色少年 一场CBA都没打过的小孩 很少有这个年龄的孩子 能够让一张报纸拿出一个整版去做他的 但是我们现在拿出一个整版去做他 是因为他的将来 是因为就是他能够给我们看到的这种前景 他能够给我们看到的潜力 将来如果某一天 我们再拿一个整版来报道他 来做他 那一定是他做了什么的时候 随着在媒体的频频曝光 易建连成了球迷心中的偶像 人们相信易建连的未来无可限量 其实那时候才刚起步 自己青年队那样 还在打基础 当然已经有这样的曝光率 群众的眼光啊 媒体各方面都已经是一个 比自身水平性要高的眼光去看你 慢慢形成也是一种压力啊 2003年易建连成为了 CBA最年轻的球员 当年他还顺利的 为广东宏远队 拥得了年度组冠军 并且让这一称号保持了三年 一样报红那么高 火地要站得那么高 想办法去往上走 往前靠 在2006至2007年度CBA赛场上 易建连更是展现了 他出色的弹跳力和爆发力 比赛中他伸出场地兜住球 然后在空中把球扣进 他的这一季经典金球 被NBA官方网站评为 世界十家进球之一 而其余的九个球 大都出自NBA球员 那场比赛他打出了 这个匪夷所思的高水平 打出了让人叹为观止的高水平 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觉得他是给了所有人 一个强劲的信号 就是这是我在CBA的倒计时 我离开CBA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那下一次当我这么飞的时候 我应该是在NBA 2006年10月2日 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 在与易建连达成共事后 正式向外宣布 易建连将参加2007年的NBA选秀 对我哥来说 也是一次篮球生涯的一次 很大的一个考验 一个机遇吧 2006年11月11日 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正式对外宣布 将聘请丹费根 作为易建连的选秀经纪人 全权负责他的选秀事宜 最重要的事是 能够到正确的队 这是我们在努力的 06至07年度的CBA总决赛 在广东东馆打响了 NBA的实名代表 以及球探都亲民决赛现场观战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易建连 能够参加这种选秀前的集训 或者这种单向训练 对他以后的提高进步都有好处 在易建连公布参与选秀之后 无论是中国蓝鞋 还是有关俱乐部 各方的掌权者和组织者 都为他开了绿灯 有了前辈的铺垫 易建连前往NBA的道路 看起来十分顺畅 中国对NBA的了解是越来越多 以前我们不了解NBA 我觉得你要抢我的人 这人打CBA挺好的 你抢走了我怎么办 NBA对中国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以前觉得中国人打不了NBA 美国人觉得 后来从王志志 从姚明 从巴特尔身上 我觉得其实中国人也能打NBA 而且也能打得不错 早在易建连之前 王志志 巴特尔和姚明都先后登陆NBA 然而自2002年 姚明以壮业的身份被选入NBA之后 虽有中国球员不断参加NBA选秀 但始终没有带给人们惊喜 在等了五年之后 易建连又给期待的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是易建连在广东宏远队俱乐部的宿舍 这间屋子易建连已经住了三年 屋里的照片记录了 他在并不很长的篮球之路上 留下的每一个印记 就要离开这间小屋了 毕竟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旅途 细心的易建连不忘把自己的床铺卷起来 收拾好行囊 易建连开始踏上了NBA之旅 北京时间2007年4月13日 经过长途飞行后 易建连来到了美国 与当年王志志巴特尔前往NBA时表现出的那种疲惫不同 易建连的NBA之旅选的更加粗朗 刚到美国 一个庞大的易志队就围绕易建连的选秀活动 展开了工作 在体能恢复生活料理和语言翻译等方面 都有专人为他服务 当然大家就知道姚明有姚之队 现在易建连有易志队 可是姚之队是在姚明真正去了NBA之后 打上NBA以后才慢慢组建 而易建连现在在他没去之前 就有整个一套班子来为他服务 他的经纪人 他的营养师 他的训练师 他的负责协调广告 负责协调商业利益的这些人员 整个一个庞大的团队来为他运作 就这样 易建连在易志队的出动下 开始了他的选秀活动 然后这里有更多机会练 各的技术 是 再来 这其实是 我们的10分钟 现在我们的载责 我们的载贴 还有这个赛衣 我说他的技术 虽然王芝芝和姚明都在NBA打球 但他们都没经历过擅长选秀大会 易建联是中国第一个全程参与NBA选秀活动的球员 因此他几乎没有前任的经验可以借鉴 易建联到了美国之后 我们看他还在洛杉矶还参加了一些电影的首应式 他的心好像被完全打开了一样 这样的就是商业活动是他在中国没有参加过的 我觉得他也是在试图能够尽快地融入美国社会 对于美国易建联并不陌生 早在16岁成名之前 他曾参加过美国的篮球训练营 因此他适应起美国的生活来 似乎比王志志和姚明要快得多 一家就是非常著名的体育的电视台叫ESPN ESPN的记者对易建联的一个采访 在那个采访当中呢 就是易建联是用英文 纯英文回答的 他说得很好 滴水不漏 同样的情况呢 我记得就是姚明真正在美国甩掉翻译 是吧 用英文接受采访 那是他两个赛季以后的事情 除了保证易建联的训练和生活以外 他的经纪人团队还采取了一定的策略 他们没有让易建联在NBA官方组织的新秀训练营露面 而是安排他独自进行封闭式训练 对易建联有兴趣的球队 想要了解他 只能通过经纪人 很多球队觉得 哦 易建联是不是太神秘了 实际上这种神秘呢 就是说我不给其他球队看我的这个对抗训练 他给这些球队看的都是什么呢 就搁一把椅子在那 整个就是空空如也的球场 就我一个人 我能跑 我能跳 我能投 在无对抗的情况下 我能够百发百中 我觉得这种策略呢 也是让易建联阳长必短 易建联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他们一家三口就住在深圳的一个普通社区里 这是个典型的体育世家 他的父母都曾经是手球运动员 从身高一米九一的父亲和一米八零的母亲身上 他获得了一种天然的遗传基因 孤孤坠地时 他的父母就坚信 这个小家伙矮不了 一定是块打球的料 随着年龄的增长 易建联的身高也在一路疯涨 出色的身体条件让他在个子普遍不高的南方孩子当中鹤立基群 初一时他的身高就已达到一米九零 这种势头让人们颇感吃惊 从上小学开始 易建联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课 因为他可以玩他最偏爱的篮球 很喜欢打篮球 每天放学就在他去往上打打回再回家 然后学校那时候全篮球队可以代表学校去参加一个区比赛了 初一放暑假时 易建联和小伙伴着老师与家人 参加了深圳罗湖区的三人篮球队港赛 很兴奋 而且当时学校并不太鼓励我们去打篮球 因为学校都以学习成绩为主 虽然当时的易建联还没有掌握篮球的基本技术 但是身高却是他在比赛中备受关注 深圳体委的代教练注意上了他 证实这个机缘改变了易建联的生活 就这一天他就来了 来了以后已经下课了 是夏天 春天嘛 春天 天下寂静夏天的时候 我穿着长袖的裤子 赛就汉衫 完了以后我就一站起来 给我突然的印象这么高大 这么一个生产 比传说中的易建联还要好 说你跳跳 跳一跳 活动开以后跳一跳 他就活动开以后一跳 很随便一下子就目过蓝圈了 那这个坛数是很好的 虽然易建联被认定为一个打篮球的好苗子 但是教练的愿望却遭到了他父母的反对 因为我喜欢喜欢这个小孩 我就给他讲 如果你要读书 我建议你一个礼拜来一次 哪怕哪怕来一次 是两个礼拜来一次 或者说你一个礼拜来两次 这是我讲的这个话 我说你肯定长 我说你最后还是选择了 这是我当时的 最好你现在就到这个体校来训练 那时候小孩还小 想让他读书 后来带教练让他去体校训练 我们想一想 那就让他去练吧 想去打因为觉得自己练了一个月 好像那时候练完一个月 我就练之前扣不了蓝 练之后能扣不了蓝了 进入了深圳式体校 从此踏上了职业篮球之路 刚进体校时 虽然有出众的身高 但他缺乏基本技术训练 由于长时间被父母娇生惯养 他瘦弱的就像一颗豆芽菜 易建连的性格内向 但骨子里却非常要强 总是在心里默默的使劲 在带教练的指导下 易建连进步很快 从进入国家青年队 到成为CBA球员 从职业球员一跃进入国家队 易建连只用了短短的五年时间 他的成长速度令人折舌 这是中国球员的一次特殊之旅 这是NBA在中国持续升温的 又一个热潮 这是一个在质疑和信任中成长的 中国球员 这是一条充满玄机的NBA之路 这一切都因为易建连的到来 选秀背后真实的易建连 在美国洛杉矶选秀前的易建连 接受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视讯 这期间易建连只允许八支球队 观看易建连的常规训练 而拒绝任何人观看他的对抗新比赛 这给易建连的选秀之路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易建连是一个能跑能跳 在中国球员当中 他的弹跳力是非常罕见的 同时他有一手非常漂亮的 中远距离头的略略加上后仰 出手点非常高 很难被封盖 但是易建连也有他的弱点 他不是完美的球员 他的对抗能力不足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易建连作为中国队首发队员出场 然而比赛中 他却投出了一个三步毡 对于一位职业球员来说 这种失误是非常少见的 2004年上去 整个研究有点发懵的感觉 因为当时站在场面上 自己觉得就紧张啊 手心出汗了 在比赛中易建连最致命的弱点 就是动作会因对方冲撞而严重变形 尤其在合逼自己强壮的人对抗时 他往往显得束手无策 这么一打就 不过人家硬啊 得不了分啊 与姚明开朗剑坛的风格相比 易建连显得要内敛许多 不太说话 然后什么事情想做的 自己就可能去做啊什么 不会说做以前我要告诉大家 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那样 自己想想想想做什么 包括现在打球以后啊 前几天刚要怎么去练啊 自己都心理清楚就好 我不想高到将来 这样期间我要做什么东西啊 去加美努力啊什么方面 觉得这种事情我自己 自己是球员 自己知道怎么去做好他 严谨在他表现的一些不好的比赛当中 在他输球的一些比赛的时候 尤其在在CBA总决赛的时候 在CBA总决赛当中 他1比4输给了8亿队 只有在赢球那场比赛之后 一件连是可以让记者们找得到他的 他是愿意接受采访的 而在输掉的四场球当中 他无意例外的消失了 他不跟任何人说话 没有任何人能够找到他 无论是我们体谈周报也好 还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好 谁都找不到 他选择把自己关起来 关在他的小屋里 把门关上 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心里 不跟任何人说话 不让任何人知道他 不去表达任何东西 在NBA的强势进攻面前 异见连的对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将会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一支队的严密保护下 虽然没有在选秀中暴露他的弱点 但是人们对他的真正实力 还是产生了质疑 从一个新秀来说 我觉得一上来表现不好 是很正常的 你要一步一步来 但是你怎么样去面对他 这是我觉得 就是从心智上 我觉得是 可能是我们唯一担心 北京时间2007年6月29日 毕建连从洛杉矶出发 前往纽约参加选秀大会 问题就是说 你从一个国内的 突然一个超级能进步 好到这儿 到这儿来以后 你可能会有一个地方去 做好这样的准备 当时我是做好这样的准备 但是发现比我做好准备 还要差 最终神秘的伊建连 以第六名的成绩 被熊入队选中 这个结果出乎了 很多人的意料 他竟然被一支 完全不符合自己 分割的球队选中了 是不是希望在这支球队 去生存去发展 选以后他会不会签 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包括几天时间里 这挺意外 没想到熊路队会选我 之前好像还没接触过熊路队 熊路队05-06赛季的成绩 为28胜54负 在实力相对较弱的 东部联盟中 名列倒数第二 并在全联盟排名中 倒数第三 这样的一支弱球队 得到了伊建连 就如同得到了一笔财富 虽说熊路队所在的 内尔沃基市 亚裔人口不过27500人 但是伊建连的到来 却有可能给他们带来 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熊路队总经理拉里哈里斯 正是中国南篮前任主帅 德尔哈里斯的儿子 他表示 伊建连很可能成为 熊路队新赛季的首发队员 早在伊建连参加 NBA选秀之前 某知名运动品牌 就时刻关注着 伊建连的发展动向 虽然这家公司 早就为他准备好了一份 标价为六位数的商业合同 但是他们对待 伊建连的态度 却是在幸运中 仍然有几分怀疑 支持他 相信他的人 相信他的天赋 相信他的未来 怀疑他的人 可能怀疑他的 这个面对事情的方式 怀疑他的心智 是否足够的成熟 怀疑他是否有向上的动力 但是我觉得 正因为是这一点 那么这才是一件 连将来 就是受到大家 最大关注的一点 我觉得尤其是疑 对他可能有 更多更多的怀疑 如果他能够 在这些怀疑声中站起来 把这些怀疑的这种力量 当成一种反力 当成他激励他 去前进的一种力量 那么将来 就是他在NBA 在每天的训练 在每一场比赛当中 可能都会激发他 去爆发出更多的力量 易建连 未来的道路还很长 虽然在这次选球中 他并没如愿地 进入自己理想中的球队 但是打好篮球 爆笑祖国 才是他最大的梦想 无论易建连 未来的NBA之路 结果如何 人们对他的信任和质疑 始终都是他必须要面对的 然而毫无疑问 易建连将不会 是下一个谣 而是未来的中国意义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how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她是光彩照人的跳水公主 却为深陷绯闻漩涡而苦恼 其实我现在特别不明白 那些人为什么那么想当女性 有什么好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好 她在流言蜚语中学会成熟 对于未来她淡定自如 我让大家重新想到我 在跳板上 跳水公主 郭晶晶 明天同一时间 请说 请看